港大医学院将全面推行人工智能课程 并将融入到医学院的所有课程 优化教学培训 这个由港大医学院开发的虚拟病人病历应用程式 结合影像和声音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医学生可以与虚拟病人进行对答 无疑真实病况和工作情况 可以给我们一个实际的病例 可以练习到如何问到适合的问题 然后可以解答我们自己脑内的疑问 这个系统是很帮助到我们未上到临床学年的学生 去了解临床需要什么技巧和想法的模式 另一个应用程式 就利用大数据输入标记和图片 以及以公开资料为基础的训练数据 可以训练人工智能程式和模型 等学生去分析不同的X光片 云出病患 学生可以透过使用他们的手电话 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去训练一个肺炎X光片的分辨程式 要建立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式需要很大量的数据 而这个数据的准程度和它的分析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程式只是属于教学用途 暂时只可以分析肺炎的X光片 香港大学早在2019年 就已经引入人工智能和数码健康技术等等的课程 不过并不是所有年级的医科生同学都有机会接触 而在下学年 所有入读医学院的本科生都会收读到相关的课程 港大医学院还会在9月举办首个 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校内模拟诊证比赛 港大医学院说 人工智能程式可以优化医疗系统改善效率 不过只是属于辅助形式 教授的指导依然重要 无线电视记者 曾志祖报道